今天我跟着朋友的游艇 我多贤贫爱富啊 跟着朋友游艇出了一趟海 顺带我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我在香港去什么地方吃海鲜 一般游客呢不都是去这个西贡吗 但是我们朋友啊经常去的是这儿 清水湾的布袋澳 这个地方在清水湾是叫布袋澳 吃海鲜很好 我们这个行船在海上的时候啊 路过一个岛 岛上有一个景点叫张保仔洞 这个张保仔啊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海盗 而且我觉得张保仔这个人呢 对香港有贡献 我们这一路上啊 因为这个就聊起了海盗 正好啊 这两天就有一个跟中国海盗有关的新闻 首先我给您讲一个背景 到了2014年呢 全世界的这种海盗的这种案子 不是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海盗有点气焰下去了 2014年75%的这种海盗的事儿都在亚洲 这就说到这个前两天南通啊 南通法院判了几个海盗 我认为这几个很难说是海盗 他们是什么事儿呢 就说一船长啊 开这个海轮 在海上走呢 突然听见后边喊 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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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一看是一艘泡沫快艇 叫快艇真是抬举他 就是几块那个大泡沫塑料啊 绑着一个螺旋桨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就是海盗的快艇 然后上面几个人 一个人呢拿着条绳子 一个人拿着个竹竹竹竹竹上有个钩 还有俩人啊 当然没枪了 一个是个破菜刀 一个是个破斧子 然后停下停下勾上 上去之后啊 跟你这个章章说 知道我们是谁吗 章章哎呦就有点害怕 我们是索马里海盗 说索马里海盗 长得不像啊 而且说中国话的 一看就是沿海的穷渔民啊 什么索马里海盗 他可能觉得索马里海盗比较牛 你知道吗 就跟这个旁卖狼 喜欢说自个儿是台湾歌手一样 我们是索马里海盗 给我们10万块钱 这船老板 不是 这个船长说我不是老板呢 他说就是打个手机 跟船老板 跟船老板讲 然后呢 就跟手机 跟船老板讨价还价 说我们是索马里海盗 我们要10万块钱 然后船老板就说 10万块钱 10万块钱你给我吧 我哪有啊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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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块钱行不行 我说不 船老板说5万块钱我也不给 这船老板还挺硬 最后这帮人啊 你说给多少钱 最后你知道 船老板只答应给2万 2万行不行 说2万走了 2万就行了 这帮人就做鸟受散 然后这个船长呢 第一天遭遇了这个事 是吧 第二天呢 接着开船 在船上走 后边喊一看 又是一个泡沫快艇 但不是昨天那4个人 但是跟那4个人是一样的 拿着绳子 竹竿 菜刀 板斧 上来之后 也是问船长 知道我们是谁吗 船长说 索马里海盗 这知道 索马里海盗 说 知道我们要多少钱吗 这要10万块钱 要的都一样 说你们烦不烦啊 昨天来一波了 一模一样 这次船老板也有经验了 再打电话 说昨天那个要2万 今天怎么说什么也不给了 说那你给多少 给1万 行 1万走 走人 就抢了这么几万块钱 最后落得海盗 给判刑 所以我为什么看见这个 今天看见这个张宝载动 我就想起啊 今天的这个人 你这是小毛贼 你对得起你们的先辈吗 当年赫赫有名的香港海面上的张宝载的海盗 怎么说 这话就成了 在180几年的时候 这个清朝是嘉庆皇帝 您知道吗 那个时候珠江口外的海盗已经是什么样的格局 几大帮派 红旗帮 蓝旗帮 青旗帮 黑旗帮 白旗帮 青这么大的帮派 为首的红旗帮 老大叫郑一 也有一种说法说 他是当年郑成功的残兵 这个郑一啊 他有宏图大志 他想把这几个帮啊 联盟 就在他即将成功的时候 他死了 他怎么死的呢 哎 我要不说得点评两句 这是自古道啊 这个叫什么 瓦罐不离井上破 将军难免马上封 将军难免镇前王 马上封是我编的 就说 一个当海盗的头子 他怎么死的呢 一阵台风刮过 他掉海里淹死了 这是一个海盗英雄的结局 郑一死了 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显出厉害来了 郑一的老婆 哎 到现在你问很多老广州人 他们都知道这个女的 郑一嫂 当年这个江湖上 或者说海上啊 那可真是 金国英雄 你想 手底下那么多杀人越货的 这个海盗啊 都肯听他 这么一个女人的 你说这个女人是不是不寻常 他不寻常 多少规模 他统帅的 最大规模的时候 你知道就在香港 他的根据地就在香港 香港海面上 他的这个海盗啊 十万之重 十万之重 大船八百 小船上千 大船装了大炮 小船装旋转炮 而且 他跟谁打呀 英国的海军 葡萄牙的 西班牙的 荷兰的 当时的海上强国呀 郑一嫂 率领这 红旗帮 跟他们 这就多次开战 而且 创造的这个战绩啊 曾经有一回 一次海战当中啊 一次海战当中 击沉了 十八艘 葡萄牙的战船 就这么猛 而且他懂得 十一长计 以至一 这郑一嫂 有一次跟英国船 他呀 发现英国船 炮厉害 于是他就研究 这个炮弹 说哎呀 这是最新研制的 二十四磅的炮弹啊 郑一嫂说 这个 我们可以有 我们也要有 几个月之后 他这个红旗帮 配备的就是英国 最新的 这种炮 这种炮弹 所以你想 他这样的实力 他这样的规模 清朝水师不是对手 打打不过呀 清朝跟他怎么打呀 清朝跟他打 都得是跟英国 跟葡萄牙组成联合舰队 那么着 跟这个郑一嫂的海盗打 而且这个郑一嫂 最后就跟这个清朝 这个联合舰队打仗 打到一个什么战绩啊 他们你说 他们盘踞在香港附近啊 可是他们在浙江海面上 打死了浙江的水师提督 在香港这边打死了广东的水师提督 而且有一次在这个被 被这个包围的情况呀 被包围的情况下 这个郑一嫂派出一只骑兵啊 不是骑着马的兵啊 是这个这个这个啊 一只一一只这个这个精锐之兵 深入到这个珠江口内 海盗进了内陆了 击杀了当时的虎门总兵 就使得这个跟他对垒的这个舰队啊 他马上得回去增援去 结果洪七帮的主力在半截等着 你瞧瞧 他会这个唯唯就赵 重创了这个清朝的这个水师 你说这个郑一嫂 怎么能这么样的厉害 其实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 离不了一个了不起的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张保仔 张保仔也是个渔民的儿子 15岁的时候出海打渔 碰着郑一他们这个红七帮 就入了帮 郑一死了之后就显出张保仔了 他跟这个谁啊 郑一嫂啊 跟嫂子啊 要不说嫂子碰见小叔子 他就 他跟这个嫂子啊 最后发展到什么呢 名为主仆啊 实际上 暗地里那两个人就 这也是 对于海盗来说 这是浪漫主义的 对吧 他两个人是这个关系 所以这支海盗大军 实际也可以说是张保仔这个统领的 而且这个张保仔这个人啊 我觉得不是一般人 他这个被他们绑架过的外国商人曾经记载过 说这只海盗不像海盗 纪律太严明了 而且我觉得是照着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的 比如说私自上岸者 割耳朵 这个偷窃公务者 斩 强奸民女者 斩 而且不仅不仅是不拿群众一线一线呢 他 跟老百姓买东西要给人家双倍的价钱 这是张保仔定的军纪 所以他能这么样的这个严明啊 他才能 打仗的时候 这些士族据说都是奋勇向前 而且 张保仔有谋略 他那个时候啊 就像咱们不能光靠墙 他不但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还有这个根据地的观念 他把香港啊作为根据地 香港那个时候是荒岛啊 他在香港开荒 休养生息 很快香港的人口发展到20多万人 所以你说香港的这个开拓 张保仔是不是名字也得刻一个 而且到后来这个结局是什么啊 张保仔和郑一嫂啊被招安了 招安的理由一方面清朝打是没法打 打总是灭不了 最后采取啊海禁 就说船不出海 他们无船可抢 他们也陷入困境 同时啊 他这几个帮啊 黑旗帮的老大想娶了郑一嫂 但是本来这是个很好的这个联盟嘛 可是郑一嫂咱也知道他有情况 是吧 他跟张保仔他有情况 所以这怎么办呢 于是乎内部也闹内讧 这样清朝就把他们招安了 但是你知道谈判的时候 为什么说郑一嫂这个经国英雄啊 这个胆啊他就自己一个人不带什么武力啊 就带着17个妇女儿童到广州跟梁广总督谈判 当时谈判说投诚啊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你按规矩你得跟清朝下跪 对吧 你投降了吗 你投诚吗 你得跟清朝皇帝下跪 可是这帮海盗不贵 不肯贵 这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梁广总督啊 叫百灵 这也是一个人精 最后他想了一辙 他说大概啊 我估计他也知道点八卦 他就说啊 这么着 劝这个郑一嫂 是吧 说你看 你跟这个张保仔 你们俩也不清不楚这么多年了 对吧 你们也名媒正娶 但是呢 你们结婚呢 让皇帝赐婚 皇帝赐婚 那这个时候你们办婚礼啊 也得拜天地啊 你们感谢皇帝赐婚 这么着不就贵了吗 他就出这个主意 反正就是投诚了 投诚之后 这个张保仔啊 最后做到副将 而且投诚之后 哎跟当年这个宋江一样 宋江 招安之后打方了 这个张保仔 这个被招安之后啊 他剿灭了很多海盗 所以呢 他到最后啊 据说是觉得冤仇 怨仇太多 郁郁而终 就是很不开心 哎 这个跟当年水浒传 你看宋江他们 也是又去打别的绿林豪杰 然后呢 被招安之后 实际上大家心情 都不太高兴 最后都是挺不高兴的 一个下场 都这样死了 但是张保仔 在香港留下很多 这个不好意思啊 留下很多财宝 因为张保仔这个人 当年说什么 抢到的这个财宝 钱 天一份 人一份 地一份 什么叫天一份 哎 仗义输财啊 分给穷苦老百姓 人一份是什么呢 讲给打仗有功的这个官兵 第一份 张保仔当时就说啊 咱们得为以后有考虑 我们得把这三分之一这一份啊 埋在香港的这个山洞里啊 藏在隐秘处 所以不是有这个张保仔洞吗 甚至据说啊 这个到现在都有人相信 在这个香港的岛 不定哪个洞里 或者埋得很深的地方 或者是香港的这个离岛 香港的海里 可能有当年张保仔埋下的 说也说不清有多少的金银财宝 所以说香港才是宝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